第164集 少商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那间公室出来的,先十分端正地向朱妇行了个礼,然后不乏安稳地迈下公郎,祸不宜似乎想追出来,但被二公主拦住了,你让她先缓缓。 众妇都很客气,脸上带着善意戏谑的微笑,琪琪给少商让开道。 他们巨想,没准将来还要上货府复喜宴的,别开头就把新娘子惹翻了。 少商将将地走出长秋宫,等没人看见了,赶紧提起裙摆奋力奔去,仿佛后面有妖怪在追赶。 其实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奔跑了,在永安宫他是一人之下的宫令,管束众人,排步事务。 走出永安宫,他更不愿落人画饼,也不知奔了多久,他趴在湖边的山石上呼吃带喘,想他以前还能跟霍不宜对抗几下。 现在全靠指甲挠了,连洛继通都能将他一下制住,果然长期不锻炼,就会体质倒退。 胡思乱想了一大堆有的眉的,少商心中又慌乱又气恼,对着水面整理好头发衣上。 想着,反正一时礼不清头绪,就依着湖畔漫无目的地走着,直到来往巡逻的侍卫向他行礼。 他才惊觉自己不知不觉来到上西门宫卫处。 所以,他潜意识是想回家,可是回家更不安全啊,在永安宫或不宜至少还不敢乱来,换作城府。 他青天白日都敢翻墙八窗,正要转身回去时,他发觉宫门外部远处有几个人很眼熟,不知出于何种心理。 他很自觉地躲到一座同众猛虎向后面去。 六年不见,梁老伯风采依旧,还是腰挺背直,气度雍容,只见他一手握着妻子驱邻军的手。 一手拖着他的腰,稳稳地送上马车,光指这么一个简单的贴心姿势,就能压倒都城众多偏偏少年郎了。 少商一直很奇怪,像梁无忌这等成色的大叔是如何官居这么多年的。 是家女子的眼睛都瞎了吗? 抑或是他的审美比较独特? 那边乡,梁无忌不知低声说了什么。 驱邻军笑得眼弯唇颤,两人隔窗对视。 情意满意的,连宫门口的侍卫眼神都不对了。 少商眯起眼睛,他怎么觉得今天梁老伯穿戴过于年轻了呢? 这种浅蓝色之锦,不是应该原剩那个年纪修长身段的青年穿才好看的吗? 今日猪斑不顺,少商闷闷地回了长秋宫,坐在宣太后踏边述说今日的遭遇。 宅奥一边给他修剪指甲,一边还火上浇油,少商做得对,就该狠狠抓他,见血了吗? 好好,这就对了,这数字就该多吃些苦头。 宅奥别胡扯,少商自己心里有数。 宣太后软软地挨着隐囊,对这件事并不发表意见,只是打趣道,可是少商啊,你看看自己。 除了胳膊和指甲,周身分毫未损,听你事才说的,子盛可是一头一脸的伤。 到时太子殿下不来,斥责你才怪。 少商无声愧叹,这也是他的头痛之处,早知如此,刚才就不下手那么狠了。 扎尔邦腔道,不怕不怕,若有人来寻娘子的麻烦,咱们把宫门关牢就使。 少商看着自己的手指,心疼道,可惜了我的指甲,养护得这么好,刚染的花枝啊。 哎哟哎哟,札姚你别全剪了,给我多留些,将来我还要留长呢。 宣太后也盯着她的手指,剪短些也好,你留着指甲,怎么做木活,怎么拿探笔画图啊。 少商在袖下捏紧一个拳头,神情自若,那就不做了呗。 宫里有降座间,有天底下最好的匠人,我还卖弄什么呀? 宣太后沉默片刻,别的不说,你多久没吹笛了,趁今日你的指甲全剪了,吹一曲我听听吧。 别借口宫里有最好的乐师了。 少商无招,只好浅功必去自己屋里取,音多事不练,手指按在音孔上都有些颤。 吹出来的曲调,更是荒腔走板,不知所云。 少商放下轻竹短笛,请宫中久久沉默。 宣太后深深叹息一声,少商问为何,宣太后难难道,我在想,我是不是错了? 少商不解,仍旧安慰道,娘娘您别挠,我回去就练习吹笛。 我叔母说过了,我与此道上甚有天赋,一教就会,一学就精。 您放心吧,过几日我再吹给您听,保管跟以前一样好听。 宣太后不置可否地笑了下。 月皇后的宴席着实精彩,诸位贵妇既答应了二公主不出去说嘴,就不会故意传扬。 然而书不见亲,人家在外面不说,在枕头边上总要讲给郎旭听的。 当夜就把建文故事抖个干净的,占目击者三分之二,大月侯夫人比较老诚持重。 晚了两日才告诉丈夫,还被大月侯埋怨一顿,我说十一郎脸上怎么都是伤。 仿佛被抓闹出来的,于侯和二弟又笑的那般古怪。 你也是,不早些告诉我,害我只能在旁甘笑。 摸着良心说,或不宜真不是有意给少商丢脸的,奈何近日杜田令遭到空前反抗。 部分大姓兵长已开始聚众作乱,裹鞋百姓已撞声势。 这种时候,他难弄绰嘲,脸上的伤便瞒不下去了。 皇帝虽对一切心知肚明,但什么也没说,只是饶有趣味的,多看几眼杨子的脸。 太子瞪大了眼睛,静直问为何。 于是,或不已很认真地扯谎,臣骑马不慎,跌落时被树枝刮到的。 太子打死都不信,还是他的表妹兼良帝告诉他真相。 他气得当场要去永安宫找当责任人,进行民事伤害诉讼,好歹被四皇子死死拖住了。 皇兄,我的好皇兄,您就省省吧。 四皇子性情虽直了些,但好歹已经娶妻成家,子圣的好事正在要紧关头。 您可别去弄巧成桌啊。 太子难以置信,被妇人撕打,也叫好事。 四皇子一派悠然,别怪兄弟不提醒你,母后已经说了。 皇兄,你没娶妻丽妃前,不许插手人家的姻缘。 你若不听话,母后就要,我也不知道母后会作甚,皇兄,您自己想吧。 太子气节。 总而言之,言而总之,与上回第五城大闹宫门那场风波被传的近人皆知不同。 这回虽然情节更激烈严重,但眉眼流传偷笑议论也只限于都城最顶层的几户人家。 察觉事情没有发酵,少伤不免暗暗感激二公主,嗯,还有祸不宜。 不过,既然好几户人家都知道。 那,原家自然不可避免,说起来,还是四公主偷偷告诉驱灵君,然后梁舟墓告知原家。 梁无忌是厚道人,当年又受过或成二人的恩惠,是以并无指责他们的意思。 只是温和地询问姐夫原配,是不是该重新考虑原慎的婚事。 倒不是他嫌弃成是女前世不轻,四公主明确说了是或不宜跪在地上哀求的。 甚至也不是惧怕或不宜畏高权重,而是作为过来人,梁无忌觉得婚姻大事。 还是不要勉强的好。 于是乎,原大公子某日下潮,壮似悠然的夺不到永安宫。 找到绍商后,两人迎着夕阳坐在空无一人的台阶上说话。 绍商忍不住抱怨,我派人去找你那么多回,你为何都不来,我有话要和你说啊。 我怕你见面就要退亲,所以打算躲两天。 袁慎没有看女孩,而是一颗一颗的拾着台阶上的小石子。 那你今日怎么又来了呢? 因为我发觉退不退亲,或不宜都没有一点忌惮。 绍商明白袁慎已经知道了,耸下双肩,欠一道,对不住,我让你丢人了。 是不是有人笑话你啊? 袁慎摊开掌心,数出十余颗灰白的石子,淡淡道,我不怕别人笑话。 当年我谢绝陛下召我入上书台,因这是无人知晓,那些儒生们还以为我不受陛下看重。 当时我被笑话得更厉害。 少商无力地叹气,我说什么来着? 我早说过,或不宜难惹,还是早些退亲的好。 袁慎捏紧石子,忽然转头,或不宜究竟对你说了些什么? 他也说了,将来会对你敬爱有加,两人相互扶持,繁盛家族吗? 他也说了,会将诸般佳祭都交给你,让你风光无限,无人敢欺负你,怠慢你吗? 他也说了,他都没说。 少商打断道,他从来不和我说这些看着袁慎略显焦躁的眼神,他有些说不下去。 他说的,从来只有情义二字。 袁慎松开掌心,坚硬的石子将他柔软洁白的手掌磕出红印。 少商看着天边的云霞,脸颊被映得红彤彤,他轻轻道, 他什么都不用说,因为我知道,你说的那些,他都会做到。 原来如此,袁慎畅然。 善剑,我不瞒着你,我现在看见霍不夷都有些怕了。 少商道,他和你我不同,他是那样一种人,会在列阳下奋起晚宫, 哪怕生死泯灭,会在毫无希望中追逐太阳,哪怕历尽而亡,会日复一日地搬动石块。 后一射日,夸复逐日,于公于山,你可以说的简单些,我读过书的。 袁慎忍不住于戴清朝。 少商继续道,人都说,祸不宜少年老成,成府极深。 但有时候,他比我们所有人都纯然质朴。 他的爱与恨,都强烈而永恒。 袁慎点点头,不错。 陛下那么疼爱他,也并不全是因为,或加满门英烈,或是与霍冲将军的结义之情。 而是我曾听忠岳侯在酒后说过,陛下美美看着霍不夷,脸上的神情,就像回到年少时光。 那时,天高水清,岁月安好,丰饶两线的好狼们,不是悠然读书,就是忙着架色。 闲来饮酒笑闹一场,那时,少年热血,天地纯粹,大家都简单明快。 少伤轻叹,是啊,几十年过去了,当年斩蛇土狗,后来都为王为侯。 护着陛下逃脱索命追兵的明朗少年们,都已不是过去的样子了。 大家都有了权势,土地,言听号令的私兵,一呼百应的相望,只有霍不夷。 袁慎笑了下,我知道你的意思。 若让霍不夷放下如今所有权势,带你回到丰县或是老家,生儿育女,平静度日。 我相信他是愿意的,这点陛下也知道,太子以后会知道的。 可你是不愿意的。 难道你愿意? 袁慎邪瞇,少伤笑了。 袁慎神情绝断地看着女孩,字字凝重。 我说过,将来我要位列三公。 我的子孙后代也会位列三公,全臣辈出,袁慎盛绵延。 我希望,当我位居人臣之时,你能在我身边。 他认真的看着女孩,我和霍不夷是不同的人,但我对你的心意一样宝贵。 少伤低头,看向自己修剪得干净圆润的指甲。 袁慎道,我一直没有对你说清我的心意,反而说那些世俗之事,那是因为,因为。 我知道。 少伤柔声道,那是因为,你不知道如何说,更要命的是,你甚至不知道,自己究竟是何心意。 他抬头微笑,我怎会不明白你呢? 我说前一句,你能接下一句。 你我是一样的人,又愚钝又怯懦。 我们什么都知道,什么都精明,偏偏就是不懂自己。 袁慎目光柔软,仿佛看着当年夜幕下仰望花灯的那个小小女孩,眼神既清澈又猛然。 不过还是先退婚吧。 少伤笑起来,下回我要嫁人,就不订婚了,直接成婚好了。 袁慎不严,只凝视他。 少伤拍拍衣裙,迎着金红色的霞光站起来,这次我不会再那么功力急躁了。 我要先想明白些事,将来,我究竟想过什么样的日子。 阿慎,对不起,可是我只能这样了。 我也必须这样,让一切回到,好好想想自己究竟是什么人。 本集完。